是苦众生若来骂入触恼之时 菩萨不以我 是主顾而生称慧 假如什么时候啊 遇到一些没有修养的人 突然呢 给他一些不好的举动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这个菩萨他不会生脾气 不会生气 没有发脾气 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呢 菩萨不以我 是主顾 他不认为说 因为我是这个地方的国君 我是这个地方的主管 你们就要什么都听我的 你们都要尊重我 菩萨没有这样的想法 不管老百姓怎么样子 对着他 看着他 他都能够接受人家的批评 接受人家的 负面的反应 所以我们看中国古代 有一位帝王 真的是做得不错 唐朝时候的李世民 你看人家 都能够虚心地接受 文武百官 甚至于普通老百姓的批评 说错了 李世民有没有生气的时候呢 就算他真的不高兴了 他也要怎么把那个路火给压住 他不会当面地指着人家 你说我说错了 赶快把他抓起来 惩罚他 关在这个监导里面 他没有这样子做 都能够虚怀 若骨啊 都能够呢 很欢喜地接受大家的指教 所以大唐盛世 来之不易 跟他有密切的关系 你看现在全世界 可以说 应该每个国家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肯定有唐人街 大家说是不是 你有没有想过 唐宋元明清 为什么只叫唐人街 不叫宋人街 也不叫元人街 也不叫明人街 也不叫清人街 这边那个唐 唐朝吗 在以前是影响力特别大的 所以广东话讲 讲这个唐人 其实就是指着中国人 所以这个唐朝历史 很值得我们大家去研究 探讨 学习 若这个苦众生若来 骂入触恼 这段事情 古往今来 古今中外 不可能完全避免 都会遇到 遇到的时候 要有忍辱的功夫 如是众生 我当拔技 常为拥护 银河而得生 与称恼 你看别人批评他 不生气 他不但不生气 还笑面云人 欢迎对方指教 感谢对方的批评 指点 有则改之 无则加冕 对方是他的恩人 事故 我今悲心怜悯 不生奋惠 是名菩萨悲心人 尤其是现在 我们生活这一个年代 很不好 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环境 很差劲 怎么讲 动乱不安 人呢 心浮气躁的现象 非常严重 不要说别人 我们就问一下自己好了 我们的心定不定啊 也许我们认为自己心很定 但是真的 一点点事情来考验的时候呢 马上就发脾气了 马上就呢 贪心冒出来了 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做到心平气和呢 还是古人那个方法 要受教育 我们要受什么教育呢 要受伦理教育 道德教育 英国教育 还有一个 圣贤教育 有的这四种教育啊 那是真正达到了旧经圆满 可惜现在人呢 不愿意学这四种教育 没兴趣 他认为 学这些东西 能够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真正深入经典呢 我们才知道 学习这四种教育 所带的利益 无量无边呢 什么时候学习 什么时候就能够得到 今天嘛 我们在学聚餐的时候 几位 这莫本来的一家人 跑到我们前面 这个法师餐桌那边 很感谢 我们这个道场的法师 给他们带来了这个快乐 他们就说 住在图文巴 真好 那旁边那个 谁啊 成德法师就问 他们是来这边 挂单的吗 无声说不是 从莫本搬过来的 举家搬过来 一家 大概七八个人吧 你看他们就觉得 这个地方慈善好 所以呢 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呢 让我们心的比较定 再看最后一个 第十 云和明菩萨誓愿人 这是指的四红誓愿 这是我们要共同依循的 要发达性 菩萨做誓念 我先于诸佛前 曾作诗子侯 发誓愿言 我当成佛 于一切生死于泥中 未拔诸苦众生 我今欲拔 不应称慧 而恼于鼻 若我不仁 尚不自度 旷利众生 等 这些菩萨 发的这样的大心 我们呢 其实也应该发在那心 发在那大愿呢 不能光是嘴巴 讲一讲而已 还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要把它做到 有没有人把这寺院做到呢 有 谁呀 释迦牧的佛就做到了 所以凡是成佛的人 他们都把这个四红寺院 做到圆满了 他老人家 一个人成就了 就度了 千千万万 不计其数的众生 所以我们要观察一下自己 我们的三页 生页 口页 意页 跟佛所讲的标准 符合不符合 像佛所讲的三十七道品 最后那一条八正道 多么重要 八个方面 不符合这个标准 就不正了 所以真正的修道人 他天天都在反思 天天都在改过 对别人来讲 没有所谓的过失 我们自己 如果跟别人处得不好 其实问题处在哪呢 所谓的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呀 当年这个 慧能大师也教我们 不见自己过 也不见他人过 您还见到别人的过失 等于是怎么样呢 我们有分别性 有智慧人 他只见谁的过失呢 我自己 别人是没有过失的 我们对待任何众生 只有想到感恩 无论他怎么对待我 都是对的 我们千万不要 把那个问题产生的原因 都是指向对方 这是大错特处 你看这里讲到 这些佛菩萨 他们为了拔记诸苦众生 这是人家的存心 所以我们呢 跟任何众生打交道的时候 绝对不能够发脾气 不但没有瞪人家 连心里面呢 连一个不好的念头 都不会产生出来 千万不能够发火 一发火就没智慧了 心就不平了